驚動大家有勞 大家擔心關心 非常感謝 非常不好意思 有一點小的皮肉傷 剛剛副完傷 醫生說已經可以讓我回家休息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這次一個追撞車禍 讓大家真的驚動了 非常不好意思 那我太太現在檢查也馬上結束 那我已經檢查完了 應該可以很快就回家休息 謝謝大家 謝謝 在腳上膝蓋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這個就等那個警方的報告出來好嗎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感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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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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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台灣人市長張善震在今天驚喘 在國道3號北上48.4公里地方發生車禍 那目前最新的狀況張善震本人怎麼說 先帶您來直擊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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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驚動大家有勞 大家擔心關心非常感謝 非常不好意思 有一點小的皮肉傷 剛剛副完傷 醫生說已經可以讓我回家休息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這次一個追撞車禍 讓大家真的驚動了非常不好意思 那我太太現在檢查也馬上結束 我已經檢查完了 應該可以很快就回家休息 謝謝大家 謝謝 大概在哪裡 在腳上 膝蓋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這個就等那個警方的報告出來 好嗎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目前張善震最新出來的說法 好 看起來他的傷勢 是並沒有大礙 謝謝大家的關心 對於這次整個這樣的車禍事件 因為煞車不急撞上前車 安全氣囊爆開 他的妻子就是清傷送醫治療 目前張善震市長是沒有大礙 這最新的消息先提供給大家 不過這一回其實來看的是 在整個國道3號北上48.4公里地方 發生的車禍 張善震本人是沒事 但他的太太張奇亞清傷送醫 送到土城長宮醫院來做治療 車禍原因目前仍然在調查 釐清當中 張善震市長是在今日下午 結束相關行程之後 自行駕車返回新店老家 途經國三的時候 發生了事故 車上只有市長與他的太太兩人 市長只有些微的腳步擦傷 太太因為有感到兇悶 所以後續也到醫院去做檢查 兩人都沒有大礙 市長也謝謝外界的關心 臺勢 顩 diffusion 毒 水 맛있는 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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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